1976年7月6日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政治家 军事家 朱德同志在北京逝世 享年90岁 2016年11月29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朱德同志 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说 朱德同志在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 为中国革命成功 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 立下了分工伟绩 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 建立了不朽功勋 深受全党 全军 全国 各族人民爱戴和崇敬 毛泽东称赞朱德是人民的光荣 周恩来称赞朱德的革命历史 已成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 这是党和人民对朱德同志的至高评价 档案栏目特别推出纪念专题 邀请朱德同志的外孙刘建将军 与我们共同回望 朱德同志一段显为人知的 征荣岁月和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 初心历程 秘书处 七七年十月十六日函告 朱德同志在特快使的存款 经东兴同志 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四日的批示 交特快使 看到这份收据 我感慨万千 回忆起了很多的事情 这是爷爷去世以后 交出的最后一笔党费 共计两万余元 如今在军事博物馆 西三楼展厅 还陈列着 爷爷这两万余元的存款单 这是爷爷建国以后 二十多年 省吃俭用 积蓄下来的钱 他事实后 全部交给了党 爷爷生前 不止一次地讲 我只有这点存款 这笔钱不要动用 不要分给孩子们 要把它交给组织 作为我的党费 爷爷生前的日子过得非常的简朴 除了接见外宾和重大的国事活动 他的衣服都有着大大小小的补丁 我记得在爷爷去世的时候 家人翻遍了家里 都找不到一件像样的衣服 后来康奶奶才想起来 爷爷其实已经很久没有买新衣服了 爷爷在世的时候 经常教育我们 他说 我是无产者 我所有的东西 都是公家的 我死后一律上交 我没有什么遗产 只有读过的马列 和毛主席的著作 你们可以拿去学习 他还常告诫我们 我要你们作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不是要你们接官 要接班 接为人民服务的班 继承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而不是接金钱和物质享受 爷爷一生 对共产党员这个身份 十分敬重 也十分珍惜 我们也知道当年 为了寻找共产党 爷爷可谓是踏破铁鞋 历尽艰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张照片拍摄于1916年 当时朱德三十岁 他身穿的是滇军的制服 那时的朱德是滇军的一个旅长 他的顶仇上司是滇军的首领唐继尧 唐继尧是一个地方军阀 身为滇军将领 朱德当年也曾是地方军阀部队中的一员 而这成为了陈独秀拒绝他入党最重要的原因 朱德回忆起陈独秀拒绝他入党时的经历 曾这样说 我感到绝望 混乱 我的一只脚还在旧秩序中 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 感谢您的激劲 感谢您的助理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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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justment participant 谢谢 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怎样发动革命起义 这样云南讲武堂就成为云南革命力量的重要据点 1909年 受云南讲武堂革命氛围的影响 朱德加入了同盟会 立志成为一名革命者 当时他十分崇拜同盟会的创建者孙中山 他觉得孙中山的思想是实实在在的救国之道 但最终 朱德却毅然选择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是什么转变了他的思想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先说一个故事 我的母亲朱敏 是朱德的女儿 按旧礼 我是朱德爷爷的外孙 但他老人家认为那种里外之分 是封建的旧观念 新社会应该有所改变 他认为我们都是他的亲孙子 没有孙子和外孙之别 一直让我们叫他爷爷 过去曾有人让我叫他老爷 但爷爷严肃地说 我不是老爷 封建旧社会的地主老才才叫老爷 现在男女平等 他让我们家的晚辈都叫他爷爷 因此我对他老人家 爷爷的这个称呼延续至今 老人家本身就是穷人家庭出身 非常了解旧社会的剥削鸡鸡 地主老才的本质 也十分痛恨这些所谓的老爷 1886年 爷爷出生于四川一龙县 他十四岁的时候 也就是1900年 庚子国乱 帝国主义侵略横行 统治阶级压迫深重 当时四川大汉 许多农民除了饿死 几乎无路可走 只能逼上梁山 成群结队地去吃大户 所谓吃大户 就是去地主家抢粮食 后果可想而知 爷爷当时亲眼看到了一群官兵 提着武器 对着农民乱砍乱杀 连孩子都不放过 多年后 爷爷一直记得 这场惨案 雪溅四五十里 哭声动天 惨案过后 爷爷陷入了久久的思索 这世道为什么这么不公平 再这样下去 穷人还有什么活路 这个时候 朱德的老师 习品三 为他指点了迷津 当年 朱家对读书人十分敬重 即便一贫如洗 也要省出钱来 送朱德去读书 习品三 书读历史 思想开明 说到 帝国主义和腐朽的清政府 总是愤愤不平 受到习品三的影响 朱德的家国情怀愈发深厚 他的理想也更加远大 他要反抗 要改变这个陈旧的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朱德加入滇军的目的 是为了他的救国理想 这个时候的他 似乎也觉得 在滇军当中 找到了他的理想 当时的朱德 一心一为 自己已经 踏入了一个新的世界 可没过几年 他发现 其实自己 早已陷入到了 另一片泥沼中 现在我们一起来 他们的这种 区别人 他们都发现 他们也认为 在我们的 这种独播剧场上 在我们的 有点 红跟 他们 会 我们 在这种独播剧场上 我们的 是 这种独播剧场上 我们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拒不恢复 由孫中山参与制定的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917年 孫中山联合广西的陆荣庭 云南的唐继尧 发起护法运动 不过参与护法运动的 这两员大将却十分不可靠 陆荣庭在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时 就打击过革命军 唐继尧虽说曾经是一个革命者 可经过了几年的混战后 唐继尧不仅在云南做大做强 还控制了贵州和四川的部分地区 此时的他 已经成了不折不扣的地方军阀 曾经的革命理想 家国情怀 早已经化为了过眼云烟 所以当孙中山的护法运动 冲击到他们的利益时 他们便一致倒戈了 1918年 陆荣庭和唐继尧联合各方势力 鼓励孙中山 还试图成立另一个政权 与孙中山对立 要让孙中山游历各国 办理外交 无法战争彻彻底底的失败 此时在四川卢州的朱德 参与了这些年来的大部分战争 心情也随之大起大落 由于多年战争 他所在的卢州 已经饱受匪患之乱 百姓苦不堪言 面对血腥的大地 面对万青枯骨 当时朱德的心绪 逐渐从斗志昂扬 到低沉消瘦 他后来回忆说 真正的革命者 有的灰心了 有的被赶跑了 纵然想要继续努力 为创造一个中华民族的 民主共和国而奋斗 但他们迷失方向了 而至于自己 朱德是这样说的 在黑暗中摸索 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 山穷水尽 百转千回 朱德入党 为何屡遭变故 是什么让朱德燃起新的希望 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据资料可知 那段时间 爷爷有着一万五千两百元的收入 还买了一个大院子 生活已经不是一般的富足 但他的内心却极度的苦闷 他寄情于史书 试图从历史中寻找答案 幸运的是 这些书至今还留存着 让我们可以了解 爷爷当时的想法 这是一份爷爷在 卢州期间读书批注的影音件 书是三国志中 魏志五帝纪中的一部分 讲述的是孙权兄弟 在以江东为根据地 积蓄壮大力量 再图发展的故事 爷爷在上面 批注了这么一句话 乱世有大志无力者 均远避 仰力以待 后多成功 联想到爷爷那个时期的心绪 很明显 他觉得 在军阀混战的中国 有大志向 却无能为力的人 不应该参与其中 而应该提升自己 仰力以待才能成功 但如何仰力以待呢 这时候 一个人的出现 让处于痛苦中的朱德 终于看到了一丝曙光 这个人名叫孙炳文 孙炳文也是一名革命者 他在辛亥革命前夕 加入同盟会 曾参与过 刺杀摄政王再封的活动 1917年 孙炳文通过胞弟 同朱德相识 两人一见如故 1918年1月 受到朱德的邀请 孙炳文决定 投笔从容 协助朱德 干一番事业 担任吕布兹某 孙炳文在北京生活多年 经常会阅读 当时的进步书刊 诸如 《新青年》 《美洲评论》等 朱德也会跟着读 读着读着 他们便从这些书刊中 发现了一个 新的世界 1917年11月7日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 建立起了一个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 苏维埃政权 十月革命 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 成立了 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苏俄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 从马克思练营主义的 科学真理中 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 李大钊最先发表 赞扬十月革命的文章 先后发表 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庶民的胜利 波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 武士运动后 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朱德也通过报纸书刊 开始初步接触 马克思主义 朱德当时经常和孙炳文 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 俄国十月革命 为什么能取得胜利 中国为什么屡遭挫折 他们感到一定是在某个 根本性问题上出了毛病 毛病在哪里 那个时候 对马克思主义还知之甚少了他们 无法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但他们越来越肯定 目前仅仅依靠无休无止的战争 绝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 他们决定到国外去 看看那些独立的国家 到底是什么样的 可这个打算 因为时事的变化 而一再搁浅 1920年 以川滇军第一军军长 顾品真为首的将领 要推翻唐继尧 在云南的统治 朱德支持导堂运动 他和孙炳文商议 孙炳文先去北京 待朱德推翻了唐继尧之后 再去北京会合 一起留学 可唐继尧被推翻后 朱德不得不在滇军中 继续帮助同僚 稳固新生的政权 一直到1922年初 一次私立逃生 才让朱德最终脱离了 军阀的身份 1922年初 唐继尧联合广西的滇军旧部 和云南本地的土匪 全都出来了 占领了云南 曾经支持讨堂运动的 滇军将领 均遭通缉 朱德也在其力 他被迫离开云南 他后来回忆说 接着唐继尧的手 将封建关系替我斩断 朱德这次的被迫离开 反而让他可以无牵无挂地 脱离军阀的身份 当年我看到这个故事时 特别佩服爷爷 这一年爷爷已经36岁 人生已过而立 可爷爷却放弃 本来富裕的生活 去追寻另外的一种未知 但却不惑的人生 其实我年轻的时候 总想要爷爷多说说 他年轻时候的故事 想要他告诉我们 为什么会那么坚决地 放弃了功名利路 一心想要寻党的初衷 他觉得都是他应该做的 拒绝了杨森后 朱德马不停蹄地向北京奔去 那时的他并不知道 自己奔向的 将是他终生守护的信仰 在去往北京的路上 朱德目睹了工厂中 工人们的悲惨生活 和饿死在路边 无家可归的流民 他更加确信 自己应该去寻找一条 新的救国之路 到达北京后 朱德从孙炳文口中 知晓了一件大事 一年前 1921年的夏天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 宣告成立了 在孙炳文的小屋里 朱德和孙炳文 整日整日谈论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 他们发现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 全国掀起了罢工热潮 处在底层的劳动人民 终于不再逆来顺受 有了反抗黑暗社会的勇气 听着孙炳文的讲述 朱德新潮澎湃 在中国过去的革命斗争中 没有一个政党 真正为老百姓们抗争过 只有中国共产党 做到了这一点 这不正是朱德 少年时代起就有的理想吗 那一刻 朱德终于肯定了 确定了自己应该走的道路 便是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独秀对朱德说 要参加共产党的话 必须以工人阶级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 并且准备为他献出生命 像你这样的旧军队的高级将领 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 要以工人阶级的世界观为自己的世界观 接下来陈独秀还问朱德 有没有读过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的资本论 朱德都说还没读过 但他表示会尽快补上这一刻 朱德积极地表达着自己入党的心愿 可陈独秀依旧是无动于衷 陈独秀的顾虑很简单 朱德曾经是地方的军阀 是共产党的对立面 怎么能轻易地让朱德入党呢 面对陈独秀的冷漠 朱德感到了混乱和绝望 心情沉重地离开了陈独秀的小屋 临走前 他拿上了陈独秀送给他的几本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 入党被拒的日子 朱德心情十分低落 那段时间 总有云南难民来寻求朱德的帮助 可这个时候的朱德 身上没钱 手上也没权 因为他自从离开云南的那一刻起 就已经把身家财产都抛弃了 面对这些可怜的难民 朱德爱莫能助 他忽然觉得自己像个罪人 作为晚辈 每次查阅资料 看到爷爷入党被拒的故事时 也觉得难过 其实这时候的爷爷 如果想回到之前的富足生活 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杨森就许诺 等爷爷留学回来以后 一定虚习以待 可爷爷压根就没想过这件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平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平台 我大概希望他就会 那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平台 赏支持明镜与平台 如果想回到我们那时 就会想到我们那时 才会速通过 更远的 还希望 我只会想到我 还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强烈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回到自己的住所 翻看着陈独秀给他的几本书 读着读着 他的心中越发明亮 书中的内容 让他更加确定了 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他认清了 马克思主义就是 唯一出路 既然国内入党受挫 那就去欧洲 去革命的发源地 看看 1922年9月 朱德和孙炳文 踏上了去往法国的轮船 1871年 法国建立过世界上 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 巴黎公社 朱德原本以为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底层百姓的生活 要比中国好得多 可朱德踏进巴黎的 那一刻起 一种失望感 油然而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巴黎街道破败不堪 一不蔽体的乞丐 随处可见 此时的法国 不是无产阶级的天堂 而是资本家的天下 曾经无产阶级的革命过往 已经化为了尘埃 共产党又会在哪里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周恩来 两位伟人第一次会面 这一历史性的一刻即将到来 1922年10月22日 朱德和孙秉文来到周恩来 在德国的家中说明了来意 周恩来一听 他们是来寻找共产党的 急忙热情地招待起来 这是一个值得被历史铭记的时刻 也是爷爷一生中难以忘怀的时刻 我经过多方的查资料 了解到当时的爷爷 顾不得周恩来拉过来的椅子 他端正地站在周恩来面前 迫切地讲述着这十多年来自己的经历 他怎么逃出云南 怎么见到孙中山 怎么被陈东秀拒绝 又怎么为了寻找救国的方式来到了欧洲 爷爷对周恩来表示 只要不再回到旧的生活里去 派他做什么工作都行 周恩来被爷爷传奇一般的经历打动了 再下来的六天里 周恩来与爷爷时常粗其常谈 周恩来也终于了解了爷爷的真实想法 了解他是真心愿意抛下一切功名利路 一门心思要投入到中国共产党的怀抱 没过多久 爷爷的入党申请 终于得到了党组织的批准 当时的他喜极而泣 他对周恩来说 我朱德闯荡了半生 今天终于像唐僧上西天取经一样 得成正果 得益了知己 谢谢你 恩来同志 1922年11月 在张申甫和周恩来的介绍下 爷爷在德国正式加入 中国共产党 从1909年 爷爷23岁加入同盟会 参加革命开始 到1922年36岁入党 这13年的时间 如同经历了9981难 爷爷才终于找到了 革命理想的最终归宿 爷爷十分珍惜 共产党人的身份 即便之后遇到再多的风险 再大的困难也始终如一 从此 朱德与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这个身份 风风雨雨 生死相依 1926年北伐战争时 朱德从苏联回到中国 也对外正式公布了他 共产党员的身份 1927年 蒋介石和汪精卫 先后叛变大革命 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 和715反革命政变 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朱德的好友孙宝文 就在这期间惨遭杀害 朱德在滇军和国民党军中 均有私交甚好的同僚 也有较高的威望 可在1927年的生死抉择当中 朱德毅然决然地站在了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这一边 朱德毅然决然地站在了 特别人在决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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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农民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 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 简称红四军 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军委书记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支红军 从此 他们领导的红军被称作 朱毛红军 作为红军的缔造者之一 作为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 朱德也在之后的土地革命 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发挥着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 朱德被授予元帅军衔 成为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爷爷留下的每一份档案 如今我都熟念于心 但每一次阅读 都能让我有所触动 而这一份档案 更是让我感受到了 爷爷对党始终如一的热爱 这是爷爷1925年写的一封书信 1925年 爷爷申请去苏联学习军事 但莫斯科方面 却迟迟没有答应 爷爷担心自己军发的身份 又一次成为他的阻碍 为此他写了一封信 信中的记子和申农 是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信是这么写的 不明我的真相的人 绝不晓得 我是一个忠实的党员 我现在决心 两月以后即动身来墨 如东方大学准我入 我既加入听课 如不许我入 我亦加入墨祖受点训练 既在外住几个月 一所不辞 如不许我入校 那就请你们帮我 密得住处 我一定要来 如以后不能住了 我既回中国去 专为党服务 虽然信件写的是 要去莫斯科学习的事情 可字里行间却表达了 爷爷对中国共产党的 真正誓言 而爷爷用他的一生证明了 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政治家 军事家 也无愧于一个中国共产党 党员的光荣身份 1976年7月6日 90岁的朱德因病逝世 逝世前一个月 朱德仍在认真研读 共产党宣言新一本 还亲自拜访了议者 陈法吴 逝世前半个月 朱德还在人民大会堂 接见了外国来宾 去世前五天 也是党的55岁生日 那一天 已经卧病在床的朱德 仍然关心着党和国家 他要秘书为他念报 读书 看文件 在朱德的最后岁月里 重病缠身的他 心心念念的 仍然是党和国家 他说 我还能做事 要工作 革命到底 是党和国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